从现在开始 我们什么关系也没有了 就算 就算我们从来都没认识过 我去拿到她的洞 你拿到我手上去的我手上去 你了 我看你了 你了 我看你了 对不起 来 把他给扔了 快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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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 pah 快 sollen 你 你究竟要跟到什么时候 知道你把水龙珠还给我 你这个丫头 燕丽究竟有没有我这个母亲 就是因为有你这个母亲 所以才不想看到你身陷魔道 无法自拔 只要能够得到水火龙珠 长生不老 一同武林 我管他什么魔道正道 舅舅你饶了我吧 闭嘴 他的内力根本就不足 你把水龙珠养在他的身体里面 会害死他的 只要水龙珠不变成一颗死猪 我不管这个废物的死活 看来我只好动手了 你我动手 你未必占得了便宜 到时候你非但得不到水龙珠 还会深受重伤 走 走 是你 想不到 我的死对头还会救我 说 你把水龙珠藏哪儿了 水龙珠 我早就扔了 胡说 你怎么可能把水龙珠给扔了呢 可恶 难怪你身上一点武功都没有 像个废人一样 我不是废人 我是死人 还有温度的死人 我不管你是死人还是废人 既然没了水龙珠 你又把承祖藏在哪儿了 酒 还有酒吗 我问你话呢 你是不是知道 酒 你 你把承祖藏在哪儿了 酒 还有酒吗 你别以为我不敢杀你 孟贵 奴才在 宁儿呢 他一直在我身边 怎么今天不见了 好 奴才马上派人去找他 来 宁儿 小姐 我们这样擅自离开皇宫 万一少爷生气 没事的 有宁儿在 少爷不会生气的 来 宁儿 娘跟你弹琴好不好 宁儿 你是问娘为什么跟你一副分开是吗 你是不会懂的 其实娘真的很喜欢你义父 所以娘才没有办法待在他身边 看着他做坏事 这样娘会疯的 娘实在没有别的办法 所以才会这个样子 你懂吗 不 不能跟你义父一样 娘宁儿你当一个普通的孩子 你知道你义父为了能当皇上 受了多少的苦 受了多少的罪 你知道你义父有多孤单吗 宁儿 你不能跟他一样 你听见了吗 你听见了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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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百般忍上 你竟然把宁儿带走 你要把我逼到什么程度才敢罢休 我 欺品尝弓 水姑娘和宁儿及奴婢小玉已经回到了万新区 还有奴才已经派人送去了吃的和用的东西 奴才还派人守在万新区外暗中保护他们的安全 红千红 看来我的心思 只有你明白 奴才跟厂公这么多年了 这点小事再办不好 那也太对不起厂公了 还有啊 厂公 您就别再生水姑娘的气了 时间一长 她闹够了 她自然会回到你身边的 你听着 宁儿喜欢吃干果类的东西 给她多准备一些 是 我一定要制服你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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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好你这丫头还算孝顺 你又对我使用心机 我不使用点心机 怎么克得了你这顽固的丫头 你又想喂我吃什么毒药 你放心 娘只是出去办点事 你老像跟屁虫一样跟着我 我可受不了 你又想出去掳人 把水龙珠养在别人的肚子里面 借此吸取内功 我才不像楚天行养万新一样 一养就养了二十年 然后才慢慢练功 你想怎么样 你别问那么多了 等娘回来的时候 娘已经得到水火龙珠 称霸武林了 到时候娘不会忘了提拔你的 把白姑娘带到玲珠阁去休息 把白姑娘带到玲珠阁去休息 小姐 我觉得这代少爷 不会放弃小姐的 拿回去 回去告诉你们长官 既然我们离开了皇宫 也不会需要他的救济 你们走吧 走 走 走 公鸡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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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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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他 走 打他 什么 打他 走 不要 打你 救救救鼻大 救救救鼻大 还救你啊 救鼻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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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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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怕 小语 外面到底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 好像是从大厅传来的 臭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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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样 臭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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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来 今时 我 去 这 我 这 是 万新被楚天行收养成了个怪物 没想到楚天行死了以后 万新倒也收了个义字 他该不会是想等这孩子长大以后 废了他泄恨吧 想必你就是那个花弄影吧 你认得我 虽然我不经常在外 但是像你这样心如蛇蝎面目丑陋 因为得不到男人的爱 你这样的女人谁能不认识 谁说我面貌丑陋 谁说我得不到男人的爱 难道不是吗 否则 你为什么跟天下所有的男人作对 你要真能见得了人 你为什么天天要戴着面纱 你再敢多说一句 我就毁了你的脸 让你一辈子跟我一样见不得人 你放了宁儿 你到底要什么 我要的你们还给不起 只要你先放了宁儿 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你一个弱女子 我要你有什么用 我要的是万新的火龙柱 我还要什么都可以 你拍了一个练习 你自己去看 我柱子 我还能去看 你 我 师父 你怎么死了 师父 你不能死啊 你给我醒来啊 师父 你给我醒来 你不能死啊 师父 我还没来得及教训你 你怎么就死了 你不该死啊 都是我 你现在把我听在这儿 我不该不听话的 我不该不听话 我要听话 师父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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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宁儿 娘问你 要是你的义父不来 你会不会生气啊 可是 义父如果不来救我们的话 我们就会死 难道你不怕死吗 娘又宁儿在 娘也什么都不怕 不过是一对假骨子 说得跟真的一样 我一心竟然还没有来 难道她都不在乎她的女人吗 好个惋惜 我真是低估了她 她既然能害死自己的亲生父亲 怎么又会在乎她的女人呢 既然我得不到火龙珠 我就要杀了你们全家泄气 求你放过宁儿 别怕 我会成全你们 我让你跟你心爱的儿子 死在一起 住手 小姐 看来你还不算太绝情了 你先把宁儿和水姑娘放了 宁儿 想要火龙珠 先把宁儿放了 你当我会这么杀 你站在园地不许动 你要敢动一步 我就杀了你的儿子 你过去 把火龙珠给我拿过来 小琴 现在可以放宁儿了吧 你不准过来 你不守信用 就不怕我一掌把你给杀了 你放心 等我安全了之后 我自然会把你的孩子还给你 宁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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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儿被抓走了 小玉也死了 你满意了吧 你放心 她走不远 我等了二十年 终于可以如愿一偿了 你醒了 你怎么会在这儿呢 我本来是救师兄的 没想到救了你 你知道我娘 对我下的什么药吗 不知道 但是我想 百花窖里面 总会有人知道的 所以我把每一个侍女 都抓来 一个个逼问 还好大家都很喜欢你 所以我们一起努力 找到了解药 原来如此 通不打呢 你不要再提他的名字 我再也不想听到 这个人的名字了 对了 你有没有看到我师兄啊 你说 他会不会被东厂的人 抓走了 我上一次见到你师兄 是在光明慧的山顶 至于他现在行经在哪里 我也根本不清楚 那可怎么办 你说他到底在哪 糟了 怎么了 我要去阻止我娘 阻止她干嘛 别走别说 看来我娘已经得到水火龙珠了 传说 这水火龙珠 不但吃了能成生不老 还可以增加百年以上的功力 如果你娘吃了 就没有人再可以打败她了 娘 我的脸 竟然被水火龙珠 一致好了 从此以后 再也不用戴着面纱 再也不用怕照镜子 我终于又像一个女人了 魔女 好 好 既然你的脸上已经治好 快把水火龙珠给我们偷出来 米小婉 你好厉害 竟然有办法替童儿解毒 少跟我废话 我曾经有那么多父母 为什么我偏偏有你这样的母亲 又有爹这样的父亲 白姑娘 咱不要跟她说这么多 我也容易越生气的 臭丫头 你招死 童儿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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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儿 快救救我 童儿 救救我 我不会再被你骗了 你休想再利用我的同情心来控制我 不是 不是的 我这次 这次是真的 水火龙珠在我的体内 快把我撕裂了 好 我们现在下手 不 你不了解我娘 她善于用心机 一定是故意装弱 好以为我们动手 不 她这次是真的中了毒 中了毒 对 水火龙珠吃了 虽然可以长生不老 但是也是一种毒呀 就要看服下去的人 是什么样的心态 若是无欲无求 水火龙珠就会散发到极致 那么 若是心存野心 水火龙珠就会变成剧毒 七日之内 就会全身充满毒液 不前辈 把无心结 传授给师兄的时候 就是希望我师兄 能用正义和慈悲心 把水火龙珠的内功 发挥到极致 你果然来了 住手 请不要杀我娘 宁儿呢 她在里面 我带你去 你欠我人情 我要你双倍奉还 走吧 师父 你不能死啊 师父 你不能死啊 我把你卖了 师父 你死了 把我手臂带一个人留下 我可怎么办呀 你不能死啊 师父 我把你卖了 你不能死啊 师父 我把你卖了 你要好好的 我下辈子 我下辈子一定还做你的徒弟 你很好 我下辈子一定还会孝心你的 我再给你三一高桥 你来吧 我下辈子 你快点喝 你慢点喝 师父 你不能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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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你不能死啊 师父 你不能死啊 师父 你没有死 你怎么会这样 你害得我好伤心 你害得我好清楚 哭成这样 我差点把你活白了 这么好的酒 师父怎么会死呢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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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 你扶我起来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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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害得我好伤呀 你害我帮你把这个灯 挖了好久 好辛苦啊 好辛苦啊 我 我 你 你 你 我 我 我 你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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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一同武林 成为武林霸主 我 我 恐怕活不过百日 我想陪在他身边 我能够了解 放心地陪着你娘吧 如果我找到了师兄 我会想办法通知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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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师父 你坐着 我帮你找酒来啊 你坐着 嗯 嗯 娘 你醒了 童儿 快 快拿镜子 快 快呀 快拿镜子 娘 啊 还好 还好 我还以为没了水火龙珠 我这脸就毁了 幸好没事 娘 你现在身体很虚 应该好好休息 我帮你去肩服药 帮你补补身体 童儿 嗯 别走 留下来陪陪我 好 我不走 我等你睡着了 我再走 童儿 我就快要死了 胡说 你只不过是身体有点虚弱 只要静养一些日子 你就完全可以恢复的 一个练功之人 怎么会不知道自己的身体已经快不行了呢 娘 你要去哪里啊 娘 童儿 这瓶百花宝典 是我精心研究二十多年的各种毒药解药 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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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我百花椒独门的练功心法 现在 你要把它传给你 传给我 不 你这话什么意思 童儿 童儿 你要想让你接管百花椒 当百花椒的教主 不 娘 我没有野心 我也不想用毒操纵别人 更不想害人 像我这样的人 怎么能当百花椒的教主呢 童儿 童儿 我之所以想把百花椒交到你的手上 只是不想看到自己心情创立起来的门牌 就这样销声匿迹了 至于害不害人 当不当盟主 娘都不会再强求你了 可是 童儿 童儿 娘 我知道你看不起娘 你认为百花椒是邪教 你从来就看不起我 可是娘 马上就要走了 你难道就不能答应娘的要求 让娘安心地离开吗 娘 娘 童儿答应你 念一下 百花椒教规 教规第一条 绝不贪人钱财 也不迷恋全世 是 心如清风明月 教规第二条 人时如同己时 人腻如同己腻 随时伸手助人 教规第三条 真心对待别人 爱护孤寡弱小 主动斩尖除恶 花宝画进护法 在 把这几条新的教规公布下去 另外 通知众侍女们 如果有大罪下问天的下落 马上要通知我 是 是 师父 你 你别再喝酒了 你现在身体里缺血 你喝这么多酒 对你身体有害的 你知道吗 这酒就是我的血 师父现在缺血 当然得多喝一点 原来如此啊 怪不得 我那天喝了你的血之后 全身都是酒味 到现在 头还晕晕的 好像喝脆了一样的 嗯 这从小到大 从来都不知道什么叫醉 怎么 酒量好像变差了 酒量 小小姐 早知道师父好酒会好 好 让她多换起她做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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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